李女士这辆保时捷帕拉梅拉这几天一直停在绍兴路上的杭州西湖保时捷中心 记得先在自己的采访车里试了试 车辆的冷空调打到中间档 风速开到最小的时候 手上这部温度计显示 车内温度是23度 记得又在李女士的保时捷里待了十几分钟 冷空调设置温度是16度 可即使把温度计放在出风口边上 指针也始终指着27度 车里感觉不到明显凉意 李女士说 这辆保时捷是2014年在杭州西湖保时捷中心买的 花了150多万 她和丈夫是做生意的 平时在杭州和江苏南通之间来回跑 车辆的保养和维修一直在两地的保时捷SS店做 7月28号 他们把车开到杭州西湖保时捷中心做保养 还换了不少配件 总共花了2万5 第二天把车子提走 开回江苏南通 丈夫在路上就发现空调不对劲 李女士说 因为家里还有其他车可以开 这辆保时捷在地下车库停了一个多星期 8月8号 丈夫开车出去办事 发现冷空调在吹热风 江苏南通一家保时捷SS店检查后提出 可能是冷凝器坏了 8月9号 他让公司驾驶员把车开回杭州 西湖保时捷中心提出要更换冷凝器 现场经过协商 8月10号 李女士同意SS店的解决方案 她支付了5000块材料费 换掉了车辆的冷凝器 可第二天下午 李女士公司的驾驶员在提车之前发现了一个问题 李女士认为 无论是冷凝器还是空调泵 SS店都应该在车辆保养或者拆检的过程中发现问题 而不是等到自己付完钱后 再说车子有各种故障 唐州西湖保时捷中心的市场经理在电话中回应 他们的技师在车辆保养过程中没有弄坏冷凝器 当时是南通的保时捷中心反馈和客户说 是因为冷凝器有漏点造成空调不正了 客户当时就认为是在我们做大保养的过程中将它的冷凝器弄损坏 所以当时现场是要求我们中心去承担这个规换费用 18月10日到店以后我们一起进行协商 灭灭了他的所有公司费 然后呢使用材料费客户进行承担 对于车辆空调泵损坏的原因 这位市场经理认为跟他们SS店也没有关系 当时南通的那个保时捷中心因为他去检测客户的空调的时候 他将放在里面的冷煤是全部抽取了 抽取以后呢之后是没有重新加入 所以后来客户在行车过程中因为缺少冷煤而造成了这个空调泵的一个损坏 南通的家车店沟通过吗这件事情 他们认不认可 这个的话我没有具体去了解 这位市场经理提到的冷煤 其实就是大家熟知的制冷剂福里昂 事后记者把杭州西湖保时捷中心的解释反馈给李女士 李女士在电话中表示 自己已经问过江苏南通那家保时捷SS店 事情不像杭州西湖保时捷中心说的那么简单 李女士坚持要求杭州西湖保时捷中心给他免费修好车辆空调 市场经理表示会跟客户继续沟通 李女士也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了情况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